最后还是感谢大家 谢谢 来了来了 我刚看到您今天见到他情绪有点无法自控 那是肯定的 自己的女儿以后不担心 在那儿想我79天没见面谁会担心呢 每天都在担心其实 也在从武汉到北京飞机落地 我这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没事您今天见到他了 而且现在也平安回家 我这家人都在担心 我这家人都在担心 刚刚您按人一直在哭 您刚跟他们合影的时候 特别高兴他能和整个团队 顺利的完成党国家 还有北京市政府交给他们的任务 也非常的为他感到骄傲 我也是一个大夫 也是这本来就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 一个职责 回来之后心情是什么样的 感到特别亲切吧 又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来 很有安全感 回来以后 这些日子里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这武汉就可能我自己就总结了两个吧 就是两个词 一个是落小 一个是钱大 落小是在什么情况落小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 有些人是非常落小 就是在疫情面前 有些人这个生命啊会很脆弱 钱大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情大 就是说没有代比 你可能不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国力的钱大 才能够在武汉的这个这么参决的 逆情下能够这么快的这么迅速的这个 这个控制住这个逆情 背后没有钱大的国力的支撑 这个是肯定做不到的 只有祖国钱大了 这个才能够有老百姓的这些就是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更多新闻下载北京时间APP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